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何建峰 就是那个说服务很不标准的何建峰 在洛杉矶车展上我来到了一个雷克萨斯的展台 再带大家看看雷克萨斯最小的SV-1 US 在我面前的这台US是台US250H 就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车型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车标是蓝色的 好啦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一个外观的一些空镜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台车的一些外观设计 这样更直观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雷克萨斯的US在外观上其实真不大 毕竟它是跟丰田CHR是同一个平台的 整台车它没有CHR那么高翘 就更低矮一点 更像是一台稍微高一点的两厢车而已 但它的一些外观设计还是比较锋利的 而且尾灯设计也是用了一个 比较流行的一个横观式的一个大尾灯 让整台车显得没那么小气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看 这尾灯这里还有一些很锋利的一个线条 还起个角的 这个估计是一些风阻的设计还是怎么样吧 我们再看看一个尾箱它到底有多大 还电动的呢 配置还挺高的 不过这个地台就稍微有点高了 而且它整个尾箱确实要比一些的 两厢车还要小一点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不知道进入中国市场会怎样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车台车的一个车头的设计 线条还是相对有点复杂 但看起来是比较大气的 毕竟它用了一个反锤式的格杉 让这台小车显得真的没有那么小 也会比那个CHR会显得更加成熟稳重一点点 我们继续进车里面看看 其实我们可以从方向盘的设计看到 这真的是一台尼克萨斯 而且整个中控的一个线条的运用 这种设计都很雷克萨斯 很相当的简洁 而且这些按键的质感还是控制的不错 不过像这些材料这些试板的运用 就可以看得出 这确实不是一台特别高级的车 只是它还挂着一个雷克萨斯的标而已 我们还可以这里看到 一个显得挺高级的一个时钟 而且仪表这里 左手边是一个液晶显示 右手边是一个传统的指针车 显示一些水温 油箱的容器 这样的 我们再看看中控 这里还会有一个触摸板 还有这些 有一些车机系统的按钮 不过这个车机系统跟奔驰宝马的 有一点点的差别 可能要重新适应一下了 这个后排的一个空间 其实都看得到 其实并不大 因为这个座椅是我调过的 按照我的一个坐姿 一个身高去设定的 像我这么一个1米7不到的人 坐在后排 大家展示一下 也是还是不是特别大 毕竟这不是一台小车 做起来 其实我感觉还是要比CHR稍微 还要更小一点 大家都看得到 其实US的后排空间也是并不大 但它比CHR有一个更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一个后窗的视野 会显得更大了 让人做起来 起码不显得那么压抑 有传言说 这台US会代替CT200H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还是合理 毕竟CT200H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也是一台雷克萨斯的入门小车而已 这台车会比CT有更好的一个通过性 有更多的多功能性的表现 只不过后排一个尾箱的空间 值得吐槽一下 好吧 US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大家好我是何建峰 原谅我有点膨胀了 毕竟在洛杉矶车上走得太累了 我就选择了一台车坐下来 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呢 这是宝马新的EC4 我坐在内窗 大家可能想看看外观 好吧 我们走一个外观看看 宝马EC4它的前脸是一个 所以用了一个相当大嘴的一个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双胜的一个造型 已经拉得很很扁长了 而且那个隔山的一个设计还是比较独特的 它用了一个有点像冰冰 还有一个三菱形的一个小的细节做出来 显得相当的有质感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好不好看 反正我觉得这台EC4在这样看起来是相当漂亮的 展台上的这台EC4呢 其实是一个M40i的一个版本的车型 也就是说可能是一台3.0T的直6发动 直6杆发动机 然后呢它是用了一个哑观车系的一个设计 这样看起来像贴了膜一样 不过呢这样看起来这台车会显得在展台上还是挺特别的一样 一个橘红色会再配多一个哑观器的一个设计 整体上这台车看上去还是相当的紧凑 不知道进入国内的售价是多少 毕竟跑车嘛不是大多数的人的选择 只是呢开出去这台车还是显得比TT啊 还有奔驰的那个小跑车显得更加的一个个性 先进来EC4的一个类似看看 这个方向盘是M40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方向盘的设计是一个新的设计语言 在中间方向盘的加热按钮是在这里 而且这个换挡的波片也是足够大了 中间呢是一个全液晶的一个仪表 这是应该要有的东西 还有中间中空的这一块大屏也是足够大的 看我的手是这么大的 然后这些按钮呢也是挺有质感 看看在灯光下面大家都会看到一个 bling bling的一个显示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空的一个 大家都说大鸡腿的一个换挡波杆 都采用一个电子挡的一个设计 包括现在的新刚昨天发布的一个新的911 也是用了同样的一个设计 大家还吐槽不少了 但这个还是更有握感的 这个iDrive的设计也是可以在上面一个 进行手写一个操作 整体上跟宝马的一个设计没有太多的差别 但用料上确实要比之前的宝马要好很多了 刚才的一个内饰的一个展现 大家都可以大概知道一个 宝马EC4的一个外观的整体 大概状况 它其实呢会比之前的车型会显得更大 而且它是一台跟丰田SUPER 动同开发的一个跑车 我很想知道丰田那台会呈现一个怎样的 反正宝马现在给我们展示 它的EC4是这样的 而且坐上去还是挺舒服的 至于售价是怎样呢 我们无从可知 大家好 又是我何建峰 这次洛杉矶车展的一个宝马展台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 包括有新的EC4 新的三系 还有新的8系 还有最新发布的后面这一台 后面的这一台宝马的XT 是一个七座的一个大型的SUV 而且是一个旗舰的定位 用来它的主要对手是奔驰的GLS 好我们再过去看看它的外观设计是怎样的 关于宝马展台上的这台XT 绝对是明星车型 毕竟它是宝马的一个SUV的新旗舰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双盛型的设计 并没有像六系和EC4那样把它拉长了 而是把它往上拉长 不是往扁平拉长 毕竟它车头还是可以更高 所以做成了一个更硕 更硕 更强壮的一个进气格上的造型出来 但那个前大灯就显得有点眯眯眼了 这个我觉得外观设计的美感还是见人见识吧 我们再来看看S7的一个维度的设计 设计师都说尾部设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通常都是只能看得到车尾的设计 你想想大家想想是不是 它其实这台X7的车尾是在后面看上去还是挺高的 刚好那边有一台X5 这台来对比一个 这台是X5 这台是X7 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些差别了 X7是相对更要高大 而且更宽一些 我们再来打开它尾箱看看 它的尾箱也是像X5一样 采用一个分段式的打开 这里可以看 都是电动打开的 而且打开之后还是可以看到到 有一个相对还能接受的一个行李箱空间 毕竟它是整个七座都打开了 我们等一下再进去里面看看一个七座空间是怎样的 再进入X7的类似看看了 豪华配置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这里还显示一个BMW individual的一个logo 就是说这是个性化定制 当然了这么贵的车 这样定位的旗舰轿车 旗舰SUV还不能定座的话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我们看看座椅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纹路 看上去一看就知道是高级货了 看看类似啊 看看类似的设计 其实呢大体上大家都猜得到大概是长怎样的 只不过呢 在一些用料上看看 一些木纹啊 还有一些装饰上 它会比像五系啊 还有六系会显得更加豪华 而且整个桌子会更高了 我们先坐进去再看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宝马X7的类似上 确实大体的设计没有太多的 让人惊讶的地方 这个中控台的设计 会让用了一个比较大倾斜度的一个设计 而且用上了一个饱滑的音响 像六系一样 另外这些地方也是用上了 我觉得这些地方是可以选择 用上不同的木纹的 呃 还有这里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 旗舰的一个定位 有一点珍贵的感觉 呃 方向盘呢 跟六系啊 什么没差别太多 呃 仪表也是用了一个全液晶的显示 至于我们坐上来 其他还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吗 呃 好 我们再去后排的空间去体验一下 在我坐到了F宝马X7的一个后座 它采用的是一个2加2加2 就六座的一个设定 呃 而且第二排座椅呢 也是采用了一个电动的控制相当高级 我们看看 以我的身材 诶 看看这里 诶 看看 以我这里的腿部空间 其实呃 对第二排空间来说还是可以的 我们再看看 用我的身材去看看 第三排 也是能够坐一下人 只不过呢 这个空间呢 呃相对来说 没有一个真正的MPV那么大 它真正显示出珍贵感 还是第二排座椅 可以到到最后 让后排不要坐人 只不过 嗯最多只做个保镖吧 或者做条狗 要进入第三排 座椅会电动的调节 有个电动的滑轨 让它往前往后 这个还是挺高级的 不过第三排 有多少时候坐人呢 就不知道了 第三排有一个天窗的设计 挺不错的 三排乘客都能享受到天窗 享受到加州的阳光 嗯 不过要进入中国市场 只能看雾霾了 大家好我是何建峰 这次来到洛杉矶的宝马展台上 我们看到了两台不停版本的巴西跑 一台是850Cable 另外一台是850Cable 另外一台是850Cable 一些外观上的一个设计 它们大型的箱子 超过这台 那边呢 那一台是长同版 这边一台是不配的 我们再玩里面看看一些设计的东西吧 我们可以看到巴西的它的双盛型的一个隔山呢 还是很很扁长的 有点像刚才的Z4的一个设计 但好奇怪的是 这个是现在看得到的是密封的 估计会有一个主动打开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手头上还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官方的数据 所以不好说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大灯 它的一个激光大灯的一个结构还是挺复杂的 让整台车 我们再来一个 远的 让整台车看起来的车头是相对的很扁平 就横着拉长的一个感觉 我们可以看得到下面还有一个 ACC的雷达 整台车毕竟是 毕竟是一台旗舰 所以它的一个配置还是做的相当的到位 还可以看到一些进气格山 因为是M Package的原因 会有一个 碳纤维的一个设计 还挺下本的 看这台M850的一个尾箱的空间 它其实跟一台普通的两箱车 并没有太多差别 毕竟它需要一个空间去收纳它的一个敞篷 我们再看看它的车尾 线条还是相当丰富的 它的一个排气管的一个设计还是挺松悍的 也用上了一些碳纤维的设计 Thema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人称也是用上了一些M Package的一个东西 整体显得这台车还是蛮有气势的 车内之前我还是要先占一下灰色的一个车漆 可能镜头里面看不到看到了 它这边会有一个泛金的一个类别人的表示出来 就灰金灰金的还是相当有质感的一个车漆 进到车内我们还可以先看看一个 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鸡腿的设计啊 这些都看到一些M的标示 其实这块区域呢跟大部分的宝马车也没有太多的差别 看看中控台的设计 这块也是差别不大 毕竟宝马设计师也挺容易做的 这块还有一个液晶的显示 估计是一个 时钟的一个显示 还有这个是一个安全系统 包括一些ACC啊 显示一些车辆的一些状况啊 周边的有什么 全雷达的情况一个 我们再看看一个 车门的一个音响的设计 这个是挺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这个它的用了一个饱滑的音响 看看 BMW的音响 这个饱滑音响是挺高级的 我们在这台车上也 它现在开车的音响还是挺有质感的 整个方向盘的设计嘛 其实跟刚才的那一台 Z4是没有太多差别的 中控这里呢 可以看得出这台车的身份 M850i 估计啊 这台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会进入中国市场啊 哦 你就走开哪一台车到对 中监洁里车厅 你叫做年车到对 你叫做年车到对 我看他们的肯定 那叫做年车到对 你叫做年车到对 你叫做年车到的 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logo 里面呢应该是会藏了一个ACC的雷达 因为如果没有雷达的话 这个不是镜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它的外观的设计 好 规矩啊 奔驰还是在它的格杉上 用了一些很bling bling的一个设计 它整体的一个外观设计呢 有点憨 怎么说呢 我觉得没有上一代或者改款之前的好看 不过呢 这个审美的还是见仁见智吧 整体上它的一个外观设计呢 还是挺粗犷的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一个车身侧面 特别是C柱的一个设计 它会用回一个很经典的上一代的一个设计 也没有说用了一个很潮流 因为现在查理都不是这样一个悬浮式车顶吗 它并没有用上 再来一下看看车尾 这个现在刚好了 有一个尾灯亮起的一个状态 这台刺激L1350用的是一台2.0T的发动机 对 你没听错 这台2.0T的发动机的大概是有255匹的马力 对于这样一台大车来说 其实也足够 再来进去GLE的类似看看 首先一打开车门 还是很耀眼的一个大横平 横穿整一个的中控 然后呢 我们在最耀眼的位置呢 也可以看到这里 有个把手的设计 为什么驾驶员也要把手了 我这个不太懂啊 反正看着挺好看的 然后这一块的一个CORMAT的系统 也是经过了一个重新设计 这里还会看到一个 车身的空气悬挂 升降的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来 一个镜头 中共的空调足足有四个口这么多 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话 觉得不是特别好看 我觉得装饰起来是可以的 再可以看看一个 那边附加的一个设计 奔驰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 柏林之声的一个音响系统 这些 这些一个新的设计 我们可以在之前的一个新的C级上 可以看得到 所以 好 我们再来看看后排的一个空间吧 奔驰GLE的后排空间是完完全全足够的 就算不加强 其实腿部空间也是相当的充裕 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全景天窗 只过来面对一个问题 就现在他要进入国内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 把马X5都国产了 奔驰如果在 GLE再不国产就没有了价格优势 它是什么时候国产我们就不得而知 如果他想要卖的更好 我觉得国产越快越好 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大家好 我是何建峰 欢迎来收看五会频道 今天我在洛杉矶车厂 看到了一些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新车 首先 在我眼前的这台新的 是新的马自达3 这个展台上会展出了新的马自达3 有三箱版本 有两箱的版本 在我面前呢 这台灰色是一个三箱的版本 等下我再来一些空镜 展示一下那个混动红的两箱的版本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车的外观 我们看看新的马自达3的 它整体设计风格 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 不过呢 它一个整体的格伤会显得更大 用了一个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大嘴的设计 然后一些线条上的处理会更加的优雅 呃 展现出新一代混动的一个设计的风格 马自达3的尾部设计仍然是比较紧凑 呃 外面看上去其实还是有点短 但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运动的设计 包括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一个西柱的一个线条设计 更像一个阿特资了 呃 其实看上去真的是很像一台缩小版的阿特资 画一个现在中控最大的变化 适用了一个呃 更长方形的一个屏幕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这边线还不是正的 还挺有设计感 呃 中控部分 这里就显得很很简洁的 只保留了一个USB口 还有一些空调的设定 还有几个按键而已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呃 呃发动机启动的按钮 然后 仪表盘还把保留了三个呃 呃 圆环的设计 中间是一个呃液晶显示的内容 呃 那我们再来看看方向盘 确实比以前好看了 呃更有运动感了 特别是这里设计的很细 嗯 再来看看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后排空间的一个测试吧 其实呢 马自达三整个后排呢 没有比上一代进步太多 还是有点提速 特别是前面做了两个外国人大汉以后 呃 不过呢 座椅的舒适线和贴幅度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呃 特别是一个真皮的质感做的比较不错 而且类似的一些质感 呃 该包皮的地方还是有了 这些地方还是软的 这次是一个呃比较大的进步 好了 在车厂上为大家的马自达三介绍也差不多完成了 现在我是坐在后排呃 呃 一个座椅上 呃 头部空间 大家看到像我一个1米7不大的人 还是剩下不多的 两箱版本的车型也没有剩下 呃 也差不多多少 但两箱版本的车还有一个呃 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叫后窗的面积会比三箱的要更小 呃 呃特别是这块三脚窗的位置是没有的 所以坐上去 开朗度或 呃 空透 通透度没有 三箱版本的车型那么大 呃 不过至于要体验怎样 大家可能等到国产的时候再体验比较好了 好 谢谢大家